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演后评》《新鲜意达》 我们刚刚看完的就是在这个大埔的黑合剧场 做的《一个人的政治》 上演的这个作品当然跟这个长毛的人物有关的 一个记录剧场的作品 我首先要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Susan Susan是我们的学员来的 刚刚都可能大家一起看完作品是一个 最后有个大家的心声 都是一个从室外又连到室内的作品 对于这次《一条褲》的制作来说 其实都有几多不同的尝试 或者先跟Susan谈一下形式 我们刚刚讲到由室外到室内 室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包括观众可以参与 还有我们后来都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因为纪录剧场其实都是搜集很多的素材 我们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是描绘到这个人物的 不如先讲一下室外的部分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觉得很有印象的 或者你自己对于那个参与 是否帮到你去理解后半部分 进入到剧场的演出呢 我觉得其实他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其实他的参与的部分 就是譬如一开始户外的部分 是我们有些筹码 那我们决定其实我们是想听 哪些帮助者是对长毛的一些评价 譬如说是一些和他敌对的 可能是建制派的人 甚至是他的一些伴侣 可能是曾经的同盟 可能是黄毓敏 我觉得他是想我们 他想是我们有一个字 就是有一个更多的空间去选择 究竟其实这个参与不同的参与 其实是对于长毛可以有很多 很multi dimensional的一个 很立体的一个人 而他都不 我觉得就是一条褲子 他也都这样做其实是 不想有一个很绝对 就是究竟长毛是不是 他不想造成是一个个人英雄 这样 而我会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尝试 而同一时间我觉得挺有趣 是在一个户外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他一开始 是好像摊位形式那样 给我们玩 而也都是 又会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 无端有些场景 就是说一些故事 可能展示以前长毛去 抗争的一些片段 我觉得好像是令到我们 我们一直可以好像参与 去有一些思考的模式 一方面其实都是令到我们抽离去看 其实一些发生了的事实 那我又想问一下你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 我相信可能都会有 你都是一个留意新闻的朋友 是的 或者都因为长毛本身 其实我想大家都很 就算你不熟悉他的一些政治理念 或者其实他有一些形态 或者他面对着一些事件的时候的一些态度 或者精神 其实都很清楚在不同的媒体里面 会看到的 透过这个作品 其实会不会令到你对于这个人物的认识 是多了呢 我想都会的 因为始终我 其实我还是叫九十后 可能对于他一些很前期 可能八九年 甚至是可能九七回归之前 他的一些很被边缘化的一些形象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 或者那时候太小 我都未必去有足够的代入感去了解 其实那时候原来他是这样被人摸摸 或者他是这么黑人真 而当我一直看到某一些片段 其实我觉得是有些很感动的位置 是会有些想哭 比如说是说 就是雨震去下跪 或者是 就是有些事情是会问 其实如果他不做 有没有人会做呢 那其实我觉得是挺深的 你也有点激动了 那其实这个 我想因为他中间有很多的 就是扣连得我们香港 我想过去 因为中间 其实剧场这个形式 都用了一个其实倒序的方式 我们见到在一个原刑的剧场里面 其实有一个时间的流动 那这次也都我们透过一个时间的倒序 我们见到长毛 就是由他的三十岁的时候 然后一个八九年一件事件 怎样影响到他 令到他投入这个 就是这个 无论是他政治里面的一些生命 还是其实他一个理念的一个实践 其实有一个三十年不同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都其实见到这三十年里面 除了是他的生涯之外 也是香港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都有一些悲惨的 就是正如里面有说到 很多其实当时他坚持的一些想法 或者对于基层市民 一些被边缘的人的一些状况 其实好像三十年 我们香港似乎 没有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改变 那这个我自己都觉得很 就是为什么 究竟是我们香港的问题 还是其实我们 在这个戏里面 他有说到的 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 都如果做回一个自己的崗位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呢 那当然因为现在 就是香港的政治的环境 也都非常之复杂 那正如其实 这个剧团 就是《一条库》本身 都在很多不同的情况里面 都将一些社会的议题 透过一个剧场的距离 令到我们有一个很多的反思在里面 那我觉得今次这个作品 其实在这个层次里面 或者这个策略里面 都令到我们见到 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到 思考如何去继续去 为香港去再做多一些东西的 那当然我觉得 这个作品去到最后 我们都知道 他都有说了 就是其实我们不是靠一个人 去成就的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那个参与 那中间其实我都见到 我自己都在这儿看的 就是其实 当然啦 因为这个作品是关于《长毛》 那很多能量的处理 演员都是非常之高能量的 去令到我们有一个投入的 那我不知道 就是Susan 对于这个高能量的处理 就是会不会令到 你一个在一个小剧场上 有更加多的投入 还是你觉得有些时候是 那个迫力令到你觉得 嗯 有些抗拒的感觉呢 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点 嗯 嗯 其实我觉得 是有些时候 我觉得是很 有点矛盾的 这个效果是 有时候 我觉得 那个 很距离 会令到我都好像 譬如说 他说一些议会上面的 他的宣誓 我觉得自己 是好像在一个议会里 听着他的宣誓 我觉得是有一个代入感的 但是 或者很比较密集式 就是他说长毛 一些对话 就是如果本身 可能是说 很留意的话 或者 有些位置 我会觉得是 有些少议会 是的 特别是 有时候 后面无端 有人爆些声音出来 有些不同的人物 那 都会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那我觉得 我不知道 是否一个刻意的效果 是想distract你 还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 初头 我觉得不能够是 全个performance 都是那么距离 或者是可以有 多小空间 是给我们 可能决定去 行下 会不会可以走远 来这个台 不是一个 fixed setting 可能会好些 但也可能是一个 空间所限 是的 因为其实 如果说到一个 距离的拿捏 其实在室外的处理 我们比较可以找到一个空间 是的 但去到室内的时候 刚才你说的这个 这个张力 我觉得那个处理 因为 好像是真的 在议会里面 其实大家很 很直面地 看到演员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 我相信也是 就是 可能在创造人的过程里面 他发现的 可能长毛的一些 个人的色彩 或者是 一些精神的 一些延续 那不论如何 一条腹的制作 其实都 正如他们的 以往一贯的 都是向着 就是这个 大家去到 就是 回应一些 香港社会的 议题 那我希望 就是 继续在这个 香港的空间里面 可以上演到 这一类型的作品 因为 我们都 继续希望 可以在香港 这个地方里面 是有很多 不同的声音 可以发出的 那今天的 演后评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